你相信世界上有和你长得一模一样的陌生人吗 这两个女孩一转身 就发现对方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这让他们都非常惊奇 一握手 更是有难以言喻的亲切感贯穿全身 但因为刚刚的基建比试中安妮赢了哈利 哈利还是耿耿于怀 她故意让安妮转身 看看是不是长得像 借此细数安妮长相上的缺点 但两人长得一样 哈利其实连自己一起骂进去了 两人不欢而散 就在今天的上午 两人几乎同时来到夏令营 这个穿牛仔外套头戴墨镜的女孩叫哈利 来自美国加州 爸爸开了一家葡萄酒庄和农场 她活泼开朗不拘小节 这个淑女打扮的小姑娘则是安妮 来自英国伦敦 她的妈妈是整个伦敦最好的婚纱设计师 在妈妈的教育下 安妮优雅沉稳 还很喜欢咬文嚼子 而现在 生活在两个国度的小姑娘们 因为参加了同一个夏令营而聚在了一起 她们长相一样 又同样草莓过敏 本以为会成为好朋友 但是经历过这场基建比赛之后 两人显然就要上镜了 晚上 哈利打牌赢了擅长此道的安妮 按照两人的约定 输了的人要脱了衣服跳进水里 安妮愿赌服输 遵从了赌约 但哈利还嫌不够 又偷走了安妮的衣服 这让安妮很是生气 第二天就带人把哈利和她室友的床放到了屋顶上 哈利当然也不甘示弱 趁着夜色把安妮的房间布置了一番 又是一天早上 安妮一醒就发现房间大变样 下床又踩到了粘稠的糖浆 她不由地尖叫起来 惊醒了室友们 这下大家都中招了 安妮想要移动 又碰到了另一个机关 无数的气球落下来 砸了满地的水 安妮东多西藏 终究没有躲过最后一个大水球 房间彻底变得一团糟 气得一向优雅的安妮大骂哈利 然而哈利不以为意 甚至很高兴惹恼了安妮 这时老师过来了 想起自己还有一个机关在 哈利连忙阻止老师进入安妮的房间 安妮看透了哈利的意图 就故意引诱老师过来 老师最终还是打开了房门 挣扎之际 老师不小心又触碰到另一个机关 瞬间整个房间都飘起了雪花 而哈利和安妮还在互相指责 老师干脆把两个人都关了小黑屋 然而即使这样了 两人还是不消停 晚上一个要写日记 一个要睡觉 房间里的灯开开关关 看来这灯的寿命得缩短不少 凌晨一场大风袭来 哈利想要关上窗户 可是一个人的力气太小了 怎么也关不上 安妮于是上前帮忙 窗户关上了 两人也终于能心平气和地说说话了 这一说话不要紧 他们竟然发现两人都爱吃 蘸了花生酱的奥利奥 生日都在10月11日 而且一个没有爸爸 一个没有妈妈 联想到两人一模一样的长相 安妮瞬间明白了什么 两个小家伙拿出自己珍藏的一半照片一拼 发现果然是同一张 两人原来是姐妹 晚上听到父母现在都还是单身 哈利想到了一个鬼点子 两个人既然长得一模一样 那就可以模仿对方去见见从未见过的亲缘 感受一下没有体验过的爱 而且等事情败露 父母要换回他们的话 就势必要见一面 那就可以找机会撮合父母了 说干就干 两人向对方介绍了自己的家庭情况 还有房屋结构 随后哈利向安妮学习了 她和管家叔叔特有的打招呼方式 而安妮下定决心剪掉了长发 打了耳洞 现在两个人真的一模一样了 夏令营结束后 小家伙们约定好 一个去调查父母是如何在一起的 另一个则去调查他们是怎么分开的 然后哈利前往伦敦见妈妈 安妮上了飞往加州的飞机去见爸爸 他们都在祈祷着能获得父母的喜爱 哈利这边顺利地用安妮教的办法 和管家打了招呼 回家之后就见到了外公 外公身上有好闻的薄荷烟草味 哈利在她的怀抱里格外安心 还说想永远记住外公身上的味道 妈妈也相当温柔 人生中第一次和妈妈见面 使得哈利落下泪来和妈妈一起去上班 哈利又感受到了妈妈强大的工作能力 不过短短一天的相处 哈利已经完全爱上妈妈了 回家的路上 哈利旁敲侧击地问妈妈 看到婚纱会不会想起什么人 然而她失散了 父母从来没有拍过婚纱照 看见婚纱也不会使妈妈想起爸爸 但是从妈妈的话中 能感觉到她对爸爸还是有感情的 而安妮这边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路上她总是情不自禁地用上成语 还在每句话的结尾都加上了爸爸 幸好爸爸并没有察觉什么不同 但是哈利的狗敏锐地看出主人的变化 总是朝着安妮叫 更糟糕的是她发现 就在夏令营的这段时间 爸爸找到一个女朋友 安妮当然不同意 她本就是来争取父母复合的 加上保姆也说这个叫梅丽黛的女人 根本就不爱爸爸 只是贪图她的钱 安妮开始想办法拆散她们 她想尽办法在梅丽黛面前 将爸爸塑造成一个渣男 一个花花公子 可既然梅丽黛是为了钱来的 又怎么会在意爸爸是不是真的爱她 安妮的计划失败了 她马上打电话给哈利 同步这边的情况 希望哈利能尽快带妈妈过来这边 可是哈利还沉浸在和妈妈相处的喜悦中 不想这么快就结束这场旅行 所以她只让安妮自己解决 没有和妈妈提起这些事 在和保姆一起吃饭的时候 因为饮食习惯的不同 以及不知道如何开门 安妮在没察觉到的情况下 暴露了个彻底 饭后爸爸和安妮谈话 一个想让爸爸将妈妈找回来 一个想给女儿介绍新妈妈 自然两人都没办法达到目的 没力带到访 爸爸因为要陪安妮拒绝了她的邀约 没力带当面表现得大方得体 暗地里却说结婚后 一定要把安妮送得远远的 和爸爸没有达成共识 安妮沮丧地回到餐厅 被突然出现的保姆吓了一跳 保姆已经意识到 眼前的女孩有问题了 她说了很多哈利最近的变化 提到要是不知道的话 自己还以为是安妮 安妮听出保姆话中的想念 坦承了自己其实是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安妮 保姆感动得不能自已 在爸爸过来时随便遮掩了两句 就忍不住拥抱了安妮 十年来的思念在一瞬间爆发 之后安妮和爸爸再次谈话 安妮还是不同意没力带加入这个家 没力带就打算单独和安妮谈谈 安妮嘲讽她是为了钱才嫁进来 没力带也不再装和善 说两周之内一定会和爸爸结婚 不管安妮同不同意 见事太紧急 安妮马上给哈利送信 哈利这边正在品酒 作为一个在酒庄长大的女孩子 这可算是撞她枪口上了 哪有不展示一下的道理 她接过一杯酒 醒酒之后轻轻抿了一口 就清晰地说出了这杯酒的香型和缺点 这让妈妈和外公很是惊喜 结束后哈利终于看到了安妮送来的信 她马上找借口出去给安妮打了电话 得知爸爸马上要结婚 哈利终于慌了 决定明天一早就和妈妈坦白 然而一出电话亭 哈利就迎面撞上了外公 秘密被发现了 哈利也只好和外公坦白 回到家后 在外公的鼓励下 哈利终于打算和妈妈说出真相了 小女孩还是有些害羞 把头蒙起来才敢说出自己不是安妮 真正的安妮此刻在美国加州呢 妈妈很吃惊 但意识到眼前的女孩就 是自己已经十年没见过的哈利 她激动不已 哈利说自己真的很爱妈妈 希望妈妈也能爱自己 妈妈回答她这一辈子都会爱哈利的 为了把女儿们换回来 妈妈决定去一趟加州 想到已经十一年没见过的前夫 妈妈也很紧张 好好打扮了一番才敢前往 哈利告诉妈妈妈爸爸也很期待这次会面 并把地点约定在了爸爸的婚礼 妈妈兴致勃勃地赶过去 还在见面前喝了一杯酒壮胆 却看见爸爸正在和别的女人拥抱 爸爸看到她还一脸疑惑 妈妈终于意识到自己被小鬼头们骗了 尴尬地离开去找女儿们 哈利和安妮向妈妈坦白 这次叫她来的真正目的 阻止爸爸再婚 他们认为妈妈和爸爸才是天生一对 但妈妈认定爸爸已经忘了她 不想自取其辱 她不知道的是 爸爸已经在寻找她的路上 不过爸爸还没见到她 梅丽带倒是先后撞见了哈利和妈妈 她认出妈妈就是她一直想请的婚纱设计师 十分热情地打了招呼 两人相谈甚欢 而爸爸因为着急意外掉进水池 就在这样狼狈的时刻 阔别已久的两人重逢了 安妮也终于告诉爸爸自己的真实身份 看到两个女儿 爸爸完全没在意他们的隐瞒 惊喜地将安妮拥入怀中 一番叙旧之后 爸爸和妈妈的关系快速清净 仿佛关系从不曾破裂一般 晚上 哈利和安妮为父母准备了一场晚宴 一切都和他们第一次约会时一样 爸爸妈妈聚在一起 也终于吐露了离婚的真相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 不过是两人当初都不成熟 一个以为对方真的要走 一个以为对方不想挽留 就这样真的分开了 他们都还爱着彼此 但现在中间隔着十一年的分离 隔着梅丽带 隐隐约约的 两人总觉得还差那么一点 第二天 两个小宝贝本来约好了 打算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露营 但妈妈不想破坏爸爸现在的生活 他特意请来了梅丽带 让他代替自己去露营 哈利和安妮当然相当不爽 就决定在露营中整一整梅丽带 他们首先在梅丽带的背包里 放了很多石头 让原本就体力不好的他更累了 又抓了只蜥蜴放到梅丽带的水杯上 他吓了一跳 差点把蜥蜴吃进去 晚上 两人又把梅丽带的驱蚊水换成了糖水 这下驱蚊变昭蚊 梅丽带受不了了 打算吃片安眠药去睡觉 结果趁他熟睡 一吃惊就落了水 他这下可谓是火冒三丈 质问爸爸自己和女儿们谁更重要 他们不能共存 爸爸当然选择自己的女儿 和梅丽带彻底分了手 回来之后爸爸带妈妈去了酒窖 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酒 他收集了全部 当初婚礼上用的那种酒 妈妈被勾起了回忆 决定和他喝一杯 在暧昧的氛围下 两人几乎要重归于好了 但一束光打进来 妈妈又清醒过来 失去了更进一步的勇气 这次会面的结局终究还是分离 回伦敦的路上 妈妈和安妮都闷闷不乐 心情就仿佛今天的天气 透着湿漉漉的忧伤 但到家后 两人却发现了惊喜 平时外公看爆的地方 坐得竟是哈利 而爸爸也在这里等他们 这一次 他再也不想因为不挽留 而失去心爱之人了 经历了重重波折 爸爸和妈妈终于重归就好 破损的照片也被新的相册取代 完美结局达成 毕竟谁又忍心 让这么可爱的两个宝贝伤心呢